店里头有一百多位你都不提 怎么真提这二位 你是干嘛的 你是伙计 住店里头你张楼去 没事找我干什么 这事跟我提不着啊 我一不是管账的先生 二不是英投了的掌柜的 你这话跟我说干什么 我给你一掌 老爷子您甭说给我一掌 您谈我一脑杯 我这脑子就飞了 我这脑子帮击一下 飞出一千里去 胜人有云帮击千里啊 是能讲吗 我不懂我大概提啊 他我跟您说 他不是说我提您 是他们二位提您来的 他们二位 与老东的我 一不沾清二不带故 素贝谋面怎么会提到我这来呢 他这不这样吗 您别着急 我打头跟您说 他们住的店里 他问我 他说你们外边 挂那扁 叫英雄八十店 这怎么讲啊 呵呵 您也知道我要好说话了 我可就告诉他了 我说 我们老东的一下 包括像我这个端茶道水的小伙计 我们可都练过 所以我们叫英雄八十店 他又问了 他说你们这英雄八十店 谁能那对的啊 我三天说是老爷的您呢 我说我们老东家 能得最大 他说你们老东家是谁呀 我说我可不敢说 数个字 我就把您来人家名讳上他们了 江湖上人送一个美号 叫做展示金雕铁掌李 李源 就是我们老东家 您猜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把嘴一撇 他说没听说过 江湖上人多了 怎么就见得非得听说过 我李源 是我是这话 我说你听说过也罢 没听说过也罢 反正我们老爷子 自己练自己的 你们今天跟我们二哥 东家这事呢 老爷子不带 不怪罪你们 反而深斥我们这位少东家 你们住完店的第二天 该赶路你们赶路 您猜他说什么 他又说什么 他说不能 我们天生的脾气不好 听说有会练武的 我们就得过过手 我们就得动动手 比划比划 去 上后的 把你们老东家 前面您可别生气啊 不是我说的 是他说的 把你们老东家给我递了来 您听他这世人话 他说那我把您给递了头了去 哎 您说 那么大的人 我递了的洞吗 我 你要递了的洞 还把我递了头了去 不是我也没那么大能 呗 他这都是他 说的 这两位客人 真是这么说的吗 我撒这个谎 干什么呀 您不信到那看看 您就知道了 要冲你的秘书 我倒要上头了会会 这两位北京来的客人 投钱 带路 那是说 这火箭河儿 把这两位客人 跟老东家车和着打起来 与他有什么好处呢 人还别说有点好处 一个呀 这人本身好热闹 就好事 要不然住的店里头 百十多人抽空会 他还得出去看看练把势子去呢 他就好玩 第二 英雄把势店 竟是来访李源的 有的时候都到不了李源那 李英 李宽 哥俩就给打了 他出去可露脸了 看见没有 江湖上有到我们这房子 老爷子都不动手 就是我们这个年轻的一伸手 他们就趴下 其实他一回手没伸 趴着三角门四门头也不来 但是呢 英雄把势店 要是打了人露了脸 他是其中一分子 他仿佛显着也露脸 真有那个武术不错的人 哎 李勇李宽 站不过人家 那就得老爷子亲自出马 但是也没有打得过李源的 李源倒是客客气气 三拳两脚让你知道 我比你有能的就得了 有的人可就知难而退 真有的不知好歹的 让李源一掌给打出去 这才知道李源的厉害 那何二这嘴能说呀 逢人就说 欲人就假 仿佛这一掌就是他打的一样 当然来的这位 能力越高 名头越大 他是越喜欢的 他能给人编外号 这位是名识宇宙 晃动乾坤 某某山某某寨 某某洞 某某大仙的徒弟 有多的多的能耐 恨不得这位这能耐 有这个点石成精 撒豆成冰 有这能耐呼风唤雨 都让我们老东西给菜了 他每天出去说谷去 就是他一看 北京来这二位 有深沉 他看得出来 以为他这能耐不怎么样 演得好实 他一看扛大包布这老杆的 外拙而内袖 这两只眼睛 特别有神 这伙计都这么大能耐 他那位东景 那拍头说话 那意思深沉可大了 抬手动足 举止端方 这功夫了不得 要不会练也就罢了 我一问二位有把什么 二位说有 那这能耐可小不了 而且北京来的 北京的地方 哈 这还好 群墙高耸啊 假币连云 那是帝王之都啊 要把这俩给揍了 我这个冰天说谷去更多 他就为他露脸 他就为他外面能说去 再有一样啊 这老爷子现在轻易不动手 他爱看李源烈 李源真教儿子 教徒弟说呢 他又够不上桥 所以他借着这车和打架的事呢 他能看老爷子动动高 他也暗含着能学个一招办事 这都是他的私心 所以他就两头说瞎话呀 非把这架给戳破起来 敢李源听的这话将信将疑 为什么 他知道这和 满嘴啊 云山雾照 哈 又有这个俩 绝不说一个肚 得了 跟他看看去 和二投钱带路 李源父子后面跟随 有几个可就到了前边 贝勒爷跟同龄住这小院 赶到这屋子门口 李源弹头这么一声 和二赶紧把屋子里的门帘就给掀起来 贝勒爷并没有欠身离位 为什么 份儿太大 见谁也没有说站起来迎出去 这么多年这是在京城当中养成的习惯 暗含着这李源可就有点不乐意 怎么 我是主 你是客 你住的店里的应该你拜我去 没有 我反来投了拜你 一掀门帘你得站起来迎出来 这位没有大把金刀往这这么一坐 仿佛没看见李源去的 李源一看新了会儿我诺大年帝不知你一接吗 他哪知道 贝勒爷养成的毛病 你谁上贝勒胡也是贝勒爷跟那坐着 也没有站起来的话 您来了客气客气请坐 没有啊 倒是同龄站起来了 抢到门口这一抱拳 哦 您就是李老东吗 一看这李源中等身材 咋的好看 红润润一张面孔 苍眉虎目 鼻子口罩 微有阴然 不是特别满步的 特别好看那种跟老中医似不是 花白的 剪子骨的小辫 头里原微微有点谢顶啊 尤其这双眼 神光炯炯 显得 有些个英风 那么这老爷子 长得好 有精神 他一看 迎出了窃劳感 三十多岁 紫薇薇一张脸膛 浓眉大眼 鼻子口上大耳有轮 土黄不哭罐 左大尖寸排骨的扭的扣 香榭窃劳感 这能有多的能耐 把头也上大 这掐去两头满蒜 他这三十多岁 练个十五六年 了不得了 他那能耐能大哪去 倒是屋里坐的这位 派头可不小 我得加点小心 谁说这话 可这进了屋了 哦 二位北京来的老客 老兄我失赢了 失赢 贝勒坐在这儿一抱拳 好 老英雄请坐吧 不敢 不敢 卸坐 呵呵呵 呵呵呵呵 哥给摘一把椅子 他琢磨 这老爷子够厉害的 怎么把这俩眼睛 唰唰唰唰唰 能为凤光 哎呀 这要揍我 甭说呀 一掌我就怕 不知海川盯得住盯不住 回头看看 偷眼看海川 同林 仿佛没那么回事似的 在里园队棍一坐 老头一看 派头真大 他这派头不是装的 是与生俱来 皇上四儿子 这派头最大 老师父您贵姓啊 不敢 免贵 姓印 哦 姓印 李源九闯江湖 郁真姓印的 还真不多 就没敢问 为什么 尤其这个 齐人入关以来 好多人这姓 都是齐姓 啊 这李源不知道的 还很多 所以没敢深问 这位老师父 我姓童 你们二位 我听我的伙计 何而说 都是把实 飞里也一听 什么把实 哪练过把实 我就是三天两早去 站过庄啊 蹲过马步什么的 嗯 我没什么能耐 李源一看 坏了 这说自己没能耐 都是有能耐 真人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呢 哦 是是是 童老师您呢 童林不会说瞎话 啊 英雄 我倒是随恩师 高山学艺 十五载 李源一听 没错 这岁数量十五六年 也就这意思 那你是什么门户啊 坏了 童林不怕盘 就怕问门户 你问童林 马上部下全教兵人 都能给您说出来 就这门户不能说 我也不知我什么门户 连老师姓什么教 什么都不许说呀 老英雄 我这个门户嘛 还不一定 嗯 李源一听 怎么叫不一定 门户这东西 能瞎说吗 还没有尊头 那你跟谁小的呀 我有两位老师 徒不言诗会 他不许往外说 我们这个门户 也不许往外讲 既因为老师 在高山之上 传译十五载 他觉着我这功夫练成了 让我下山市 别开天地 另创乾坤 自立一家门户 铁长李源一听这话 这心往下一沉呐 啊 啊 可把李源气坏了 这何二可没说瞎话 太狂了 狂的令狂一个令狂 哪有这么说话呢 还别说我铁长李源呢 山西太原府太古县 运装的老温师 也没敢自立一家门户啊 那老温师 教我那么高的门领 也没说让我 别开田地 另创乾坤的 这些年行走江湖 如履薄冰啊 夹着尾巴做人的 三十多岁 就敢说自立一家门户 这话太大了 我师父还活着呢 要听见这话得气死啊 哦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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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源听着乐话 心里的生气 脸上可就面带冷笑 好啊 有道是与高人 不能交臂而失之 既然你们二位 有自立间门户的能耐 来到老朽我的英雄把食店 一定要留留招 有留招是江湖上的行话 那就得亮一手 那么一般的人 可就没法与二位接招了 老朽我虽然上了几岁年纪 有道是老不讲进步为能 但是我得抖抖我的机灵 我打算陪二位接着手 过过招 二位 请吧 贝勒爷跟同龄一听着河尔真没说瞎话 我们这刚说两句话会练 他就要跟我们过过手 尹真一听 好 老英雄 说得好 海川 我的伙计 冬下 那咱们就陪老英雄 过两招吧 哎 说着话 这几个人就都到院子里头 到院子里一看 哼 这观众都老了 观众怎么来 那河尔给叫来的 河尔出去可就说去了 哥儿里个 嘿 老爷子要打杂 我今天好容易给车祸起荡 刚才在把这场子 给钱的那二位住的 咱店里头了 你们赶紧外边说起 让人都来想 老爷子这几年没怎么动过手了 咱们今儿可赶上了 跟那二位一伸手 咱们可有点眼赌 快去 就是铁掌李源 在这个屋子里头 跟北里爷跟佟林 说话这么会儿功夫 这河尔给组织不少人 吸了葫芦全来 也都是好练 再一个 新加址都佩服李源 爱看 这人都在院子里 好里三层外三层 连门楼子上 人都上去 房上也是人 骑了墙头好几位 这院子里头 够有七不十百十来号 李源一看乐 这又是哪个多事的呀 喝二过来 哎呀啦 大家伙都听着信 说您要跟北京来的老客 比划比划 我们前来站脚诸威 这不是欺负人吗 站脚诸威 给人家站脚诸威啊 是给我站脚诸威啊 咱不偏不像 两头都诸威 同龄一看 得了 咱甭说呀 这就得动手啊 老英雄 请 请 李源泄去长大的义上 在院子里 他们一站 一抱拳 印老师傅 请下坑吧 我先跟您过过这儿啊 背了爷一推这班子 不必了吧 先让我这伙计 跟您走上三趟两次 海湿 跟老英雄过招 要量力而行 能打则打 不能打 可跟我说 真刀不行的时候 不可强弩 那会儿我再陪着您过手 你看怎么样啊 原一看这位 份儿大了 我主动的请应 人还不下来 那我先跟那气劳敢打吧 海川答应一声 是 耶 那我先来 我要不行的时候呢 我也不行 这心了会儿 不能往外弱 我加个更字 同林同海川 卖部可也到院子当家 两个人往这儿 这么一站 同海川 真得说气定神贤 前掌一立 后掌在这个 前掌后都这么一引 这叫引手 这里一辆架门 里员大吃一惊了 别看不起乡下人 别看不起窃劳敢 刚才在屋子里头 我还真没捋会儿 这小伙子 这一辆架门 有能的呀 但这个架门 自己叫不上名字了 不认 但是 这可就输着招了 老爷子是在家开店 这兵刃呢 也不能老在身上带着 仗着自己的轻功 仗着自己的一双铁掌 上年两个在家里 这兵刃根本就不带 新的话说 就凭这小伙子 一辆架门 这个拳脚 就不见得输于我 今天我还要麻子 那边说没动手 那就知道啊 行家一伸手就这有没有 李源说是说闹是闹 真到对阵淋迪了 这是大行家呀 一看同海团亮这架门 老头真机灵啊 把自己的左手 往前这么一晃 学同林 右掌 在自己左掌里下这么一藏 也使了一个银手 把同林吓得够一下 同林亮开掌了 一看 这李东家 难道会我们门后的掌法 其实李源不会 这就是对着林迪的经验 把自己的朱沙掌引去 看着也跟同林那架门差不多 但实际动上手可不一样 两个那掌风似挨不挨 四碰不碰 你说两个没碰上吧 可都贴在一块了 你说两个碰在一块 这一碰即发 真要说手跟手一碰 两个人的内力可就往外弹了 那就动上头了 同林也不敢贸然进掌 李源也不敢贸然进掌 两个人可就对质上 同林心了话说 老子们站着可不成 他是绕大树的能耐 掌随身转 易随行转 他这一动掌 功倍一大了 他一琢磨我得进招 脚底下 可就仓仓 他这一仓步 李源一看更坏 怎么不认识 这输着招呢 这个打架就怕不认真 您看两个人动手 拳击也好 比赛什么也好 他有规则 就哪儿哪儿可以打 哪儿哪儿哪儿可以不打 跟他生活当中打架不一样 生活当中打架是逮着哪儿打哪儿 哪能打到打哪儿 而且这好家伙也抄击什么 是什么 不管什么 目的是目的把你打趴去了 那拳击也好 咱们中国武术也好 现在都有竞技比赛 互相这规则都知道 我不许打你这儿 打你也就不许打我这儿 所以有好些地方呢 就不用考虑他 而且打呢 都是一种拳跟一种拳打 您看电视上 少林拳跟少林拳打 武当党跟武当党打 不能少林拳跟武当党打 这个不识招没法打 第二呢 容易引起两派的争斗了 这选手把那选手打了 他就不这么说了 你看 是我的拳把你那拳给打了 我们这个拳比你们那拳好 造成这么一种误会 这就不是体育竞技的精神了 所以现在都不这么打 真正在江湖上动手 讲究的实道 尤其李源那种人 跟着老师是天下第一的法事 西方老侠于城于洞海 交八年天下所有的法事 没有老头不会 谁使什么什么 谁使什么什么都交了 自己又闯荡江湖二三十年 那是多大的阅历 什么招没见过 什么掌法没见过 这掌法没见过 刚才这一亮剑就不认识 这带围着自己一转 更不认识 童林是越转越快 李源 俩眼盯住了童林 跟着童林转 要吃亏 怎么 童林这个掌 就怕你不跟着他跑 子你跟着他跑 你跑不过他 柳燕棉司把我掌 绕大树的能耐 叉叉叉叉 这真一绕起来 越转越快 越转越快 李源六十多了 转着转着明白了 我跟着他这么转起来 转一会我就转趴下了 展示金雕铁掌李 猛然间大喝一声 脚尖一点地 一喝冲天 老头起来了 真的童林吓得不轻 没想到六十多岁老头子 轻轻移送 三次站好 超过房子高的多的多 老头身在半空当中 使了一个耀婴噗噗的压势 外交一声 翻身他就下来了 别等你围着我转了 我尽招吧 双掌一前一后 使得是单撞掌的架门 可是又半空当中往下打 有道是上打下不费辣 就这一掌往下 就这一掌往下一批 掌没到掌风就到了 丰林这才知道 铁掌李源铁掌李源不是白来的 这掌风刚进 没等他连脑门就知道 这掌要甭说拍着 扫上一点边就是重伤 一点不敢怠慢 身双掌 往上迎 他这个八卦掌 是穿掌的架势 你看着这个身双掌 有前有后 拿自己的掌 穿你的掌 这掌好往下打 两个人一个上一个下 这掌口就接上了 掌根掌一砰 这才算正式开打 走行门卖卧物 两个人 应非吐博 两个人在这院子里头 滴溜溜这么一转 说短打书啊 有的地方能跟您说细了 这掌怎么去 那掌怎么回 有的地方不能跟您说太细了 像跺脚上旁这事 您说没有吧 我也见过 那武当山的老道 蹭蹭蹭也穿 可是后来呢 有一帮小年轻人叫跑酷 我一看比老道那轻功厉害啊 怎么 跑着跑着弄 穿着立交桥上去 你说那立交桥多高 蹬住的蹬蹬蹬 拿手一扒 那立交桥蹭一下上去 顺着立交桥跑 跑着跑着 可不顺着跑下去 跑着跑着 擦一下又翻下来了 然后什么叫楼啊 什么叫防 没有挡 就这么跑 那意思就是什么都挡不住我 跑酷 就是勇往直前的跑 这是一种精神 确实也练 这也是练出来的 我一看这比老道的这个轻功厉害啊 老道天天就这一堵墙 他老跟那种强较劲 人家估计遇见什么翻什么 这也不新鲜 所以这个队长之间呢 不能给您说 倒这俩每一招都是怎么打的 而且快 你看有的说书的先生呢 他号这么说 两个人插招换势 走行文败国步 打在一起 就是一百多个回合 谁跟谁都是揉揉揉 那么李源跟同龄呢 就揉揉了一百多个回合 刚开始啊 像李源的徒弟儿子 背脸那还看不出来 还跟他上 到后来可跟不上 大家伙 眼花撩乱 就看俩人眼 跟春花大蝴蝶似的 纵前春后 往前一步一挡 多退后就有八水鱼啊 两个人身形太快 不等身形站住了 那又扑过来了 这跟着还得动 谁胜谁败 大伙儿都看不出来 可是一百多手 已然拆过去了 拆招拆招 同龄啊 嘻话说 这就是我 换别人 早就败在老头的 这双铁掌之下 越打 心里边越寒 跟老师高山十五载 二五精硬功夫 自己练一天 等于别人练两天的 两位老师都是 剑客身份 传自己的 不传 知学呀 这都是别人 不会不知道的 柳叶棉思八卦掌 这老头是不识招的 要使我这招 有八个通灵 也让那老头给打了 往下越打心越寒 往下越打心越寒 提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跟那老头打 而且使出自己权力 这柳叶棉思八卦掌 厚力不断一掌 紧思一掌 一掌 快思一掌 越打越勇 他心寒呢 铁掌李源还心寒呢 怎么 打了都一百多招了 还没看出人家 是什么能耐来的 李源一看 谢谢大家